大家好,大家學日文辛苦了 我們今天來看40課 40課練習A 請打開到課本的30頁 大家日本語40課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首先我們先抄一下 如果你前面是有疑問詞的 好,你前面是有疑問詞的 好,寫一下 然後你的這個劇中疑問 劇中疑問這四個字是我個人發明的 因為這個文法會這樣比較好記 但是其實沒有這樣叫 不過 劇中間的疑問,劇中間的疑問 寫一下 好,你前面有個疑問詞 那你要用劇中疑問的話 好,那你寫一下 你要用基本體 加個咖 用基本體加個咖 好,那如果是 又來的 名詞那形容詞的話 你要去搭 去搭加咖 不過很少出現 很少出現名詞版的 然後再... 好,先抄一下 好,第一個 如果你前面是有疑問詞 你前面是沒有疑問詞的 疑問詞沒有,9就沒有 你前面是沒有疑問詞的 你的劇中疑問就是要基本體加我們寫下 好,加卡鬥卡 好,寫一下 好,先把這兩個劇情抄起來 那一樣,下面一樣是名詞要... 名詞要去搭 不過... 不過名詞去搭這個東西幾乎沒有出現 好,抄好了嗎? 好 那我們來抄例句 我們來抄例句 我們來抄例句 我們課本叫得太少,所以我們要抄例句 好,我們來抄例句 好 好 JR 好嗎? 沒有... 這個我們上次叫的 JL 好,前面那個... 前面那個叫J 好,J 日文會叫JJ 好,J 等一下 前面是G 後面是小的A 好 J 好 好 後面那個L,日本人叫L 所以JL JL就是那個... 我們講什麼 日本航空 縮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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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兵我們說什麼 班次 有沒有 班次 好 好 所以這樣子 好 這樣講 好 JL 日本航空 107兵 107號 班次 日本航空 107號 班次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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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到达 我们句子中间不是结束,我们一般的那个,我们之前叫疑问句 句子的最后面才结束嘛,才用卡嘛,但是如果我们要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我们有两句 我们第一句就结束了,我们说句子中间在疑问嘛 我们有两句,我们第一句就结束的话,那你前面的话 你前面没有疑问词,重点是你前面没有疑问词,你要改成基本体加卡 前面是没有疑问词,写一下 前面是没有疑问词,你要改成基本体加卡 这个奶,没有疑问词,没有基本体加卡 那如果你前面有疑问词的话,我们改成什么,卡豆卡,你前面有疑问词的话 我这边讲错,你前面有疑问词的话,你前面有疑问词的话,我们改成基本体加卡 那你前面没有疑问词的话 你前面没有疑问词的话,名词加那希是否定,你前面没有疑问词的话 我们是基本体加什么,基本体加卡豆卡 写一下 好,那为什么,我解释一下很简单 这是个巨型 比如说 你今天有去公司的吗 你今天有去公司的吗 你今天,譬如说 你今天几点去公司 你今天几点去公司 请问有没有疑问词 你今天几点去公司是有疑问词吗 几点叫什么 今天叫难级吗 有没有 难级你开下会 你今天几点去 你几点去了 然后再接下一句 OK,那我们看完这边就这样子 对 JL 170并挖 这个 日本航空107号班次 你前面有疑问词 难级你 你前面有疑问词的话,你要基本体加卡 难级你投着する卡 这是基本体加卡吗 几点会到 没有这个 日本航空107号班次几点会到 请你来调查 请你来调查一下 所以有疑问词 基本体加卡 然后再接下一句 如果没有疑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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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如果没有疑问词的话 就用什么 就 就接卡斗卡 卡斗卡我们就直接翻是否 是否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好 その話 双字 那个那个事情 双字那个事情 或者那个话 有两个意思 话还是事情 本度 本度 前面有没有疑问词 前面没有疑问词的话 我们要用什么 卡斗卡 卡斗卡是否 那个事情是不是 真的 是不是否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可以翻是不是 可以翻是否 好 请你去调查 没有 我们 我们现在都是 这边都是两句 这边都是两句 只是说你前面有疑问词的话 你要基本体加卡 那如果你 没有疑问词的话 你要接卡斗卡 这样 这样我们看懂 好 那我们再超一下 再超过两个例句 好 结婚 结婚是结婚 结婚的 欧岳和意 结婚的 欧岳和意 欧岳和意是这个 祝贺 所以结婚的祝贺 哇 欧岳和意 欧岳和意 结婚的这个祝贺 欧岳和意 这个祝贺 欧岳和意 这个祝贺 欧岳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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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改成 欧岳和意 祝贺 还是什么 贺礼 动词的话是 庆祝 名词的话是贺礼 所以 结婚的欧岳和意 这个结婚的贺礼 哇 哪里 加意 结婚的这个 贺礼 什么比较好 有没有看到疑问词 有 哪里就是疑问词 什么就是疑问词 所以哪里加意 所以你有疑问词的话 你就基本题加咖 那你意 意的话 我们说意形容词的话 我们有讲过意形容词 去掉des 意形容词去掉des 就是基本题嘛 所以哪里加意卡 什么比较好 話してください 話してください 请你跟我讲 请你跟我讲 这个结婚的时候 送什么贺礼 比较好 所以有 有问词 就是基本题加咖 有疑问词 基本题加咖 好 我写一下 好 下去 麻吉加仪 麻吉加仪是什么 我们说名词 错误 错误 还是搞错 麻吉加仪 哪里 好 你现在没有疑问词的话 我们要接什么 卡托卡 所以麻吉加仪 哪里卡托卡 是否 有没有错误 是否有错误 没有 是否没有错误 是否有没有错误 有没有 查误 请你调查 是不是有错误 这样会吗 好那你 请你看完课本 请你会看完课本 我们的三十二页 三十页的前面 三十二页的前面 你看 移问词 第一个 什么问题啊 这移问词吗 这移问词 下一句 哦 难几 难几你几点吗 几点是疑问词吗 没有 好下去 doste doste是疑问词吗 没有 那下一句的 dore卡 dore是哪一个吗 所以 疑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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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句子中间的疑问 我们就要干嘛 我们有两句嘛 我们第一句改成疑问的话 我们还有后面那一句 那如果你前面有疑问词的话 你要基本比较卡 所以 我们就第一句 domna mongdai ga 什么样的问题 好 sigen sigen是考试 sigen 疑问词 考试会出现 考试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考试会出什么样的题目 考试会出什么题目 有没有 好那你前面有疑问词的话 你前面有疑问词 你要 后面要干嘛 你要基本比较卡 所以 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考试会出什么样的问题 考试会出什么样的问题 我考试会出什么样的问题 我看你吗 我不知道 好 这是他 最常讲的剧情 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好那你前面有疑问词 所以后面还是基本比较卡 好 最难级你 sigen 好 好 疑问词基本提加卡 那下面有 始码是开始 那个 自动词开始 始码卡 基本提加卡 疑问词 基本提加卡 什么时候考试会开始 下面是什么 诶 诶 诶 我又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 这种剧中疑问这个剧情 后面最喜欢接 我不知道 OK 你问我什么时候这个台湾的疫苗会到 我不知道 有没有 好 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台湾的疫苗会到 我不知道 有没有疑问词 有没有疑问词 什么时候吗 所以一直 什么时候疑问词吗 枠竞 我现在什么 美国的疫苗 一直 美国 一直美国的枠竞 到达 会到 会那个会送到 会送到 会寄到 我们叫什么 TODOKRU 写一下 TODOKRU 自动词 TODOKRU 是自动词 什么 什么东西 寄到了 什么东西送到了 叫TODOKRU 写一下 打错 自动词是TODOKRU TODOKRU 写一下 TODOKRU 他动词才叫TODOKRU 有点脑来时代症 写一下 这个TODOKRU就是 东西寄到了 东西送到了 他这个TODOKRU是人把东西送过去 人把东西送过 送到 人把东西送过去 OK 所以一直什么时候 美国的这个疫苗 TODOKRU 自动词会到 那你前往疑问词 后面你去中疑问要加KRU 那我们说最后面接种 WAKANIMASEN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疫苗会到 所以 疑问词 疑问词 基本题加KRU 加WAKANIMASEN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 我不知道美国疫苗什么时候会到 不要问我 有啦 那个 今天我们伟大的部长 部长说什么 孙世忠部长说 10月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6成 到10月都死多少人 好 小看 好 所以 我 你学久了以后 你再学一些单字 你现在东西 讲了都可以用这个日文来造句 慢慢学的话 以后都可以这样造 那就可以跟日本朋友聊天 还是 去网路上发表意见 学久了都会啦 好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叫哪句 我们刚才叫那个 第三句 第三句 我找不到那边 那我们就直接这个 好 疑问词 疑问词是 どうして どうして 为什么 我们要 この答え 为什么这个答案 が 正しい 正しい是正确的 好 你前面有疑问词 后面你要什么 基本体加卡 所以正しい卡 为什么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那个异熊奇的基本体就是什么 异熊蛇基本体就是去掉dex 就是基本体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好 分かりません 我不知道 分かりません 我不知道 好下一句 下一句 前面有疑问词 疑问词是 どれ どれ是哪一个 所以どれが 正しい どれが正しい 哪一个是正确的 那后面的这个 答え是什么 答案 所以哪一个是正确的答案 那我们说名词的话 你要 你要去掉 大家 卡 所以你什么 基本体 我们说基本体加卡 可是你名词要去掉 要去掉什么 要去掉搭 所以 どれが正しい答えか 所以哪一个是正确的答案 后面有记忆 分かりません 我不知道 好 那我们来看 下一中 下一个句型 好 我们说 你前面如果没有疑问词的 你要句子中间的疑问 你要接什么 卡豆卡 你要卡豆卡 为什么 你 你前面是没有疑问词的 你词加那词是没有 如果没有疑问词 你就接卡豆卡 卡豆法我们就翻是否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句 好开机是指 开机是指会议室 没有 开机是指 开机是指 开机是什么能使用 会议室 能使用 没有会议室能使用 然后你就 你没有前面没有疑问词的话 你就是什么 前面没有疑问词 你就接卡豆卡 所以 卡豆卡 卡豆卡我们翻什么 是否 这个会议室是否能够使用 没有 原本的指卡乌是使用 你赶紫开乌 很明显是动式炉 动式炉是能力行 动式炉能力行 是会还是能 是否能够 这个会议室是否能够使用 没有 好没有 確かめ乌是 確かめ乌 确认 確かめ乌是确认 所以 確かめ乌 请你去确认 请你去确认这个会议室能够使用 没有疑问词 基本题加卡豆卡 不是这样 打下去 傷害 傷害是这个伤口 伤受伤还伤口 傷害 没有伤口 卡豆卡 没有疑问词加卡豆卡 前面卡豆卡加没有 没有疑问词 所以傷害 是不是有伤口 是不是没有伤口 OK 確かめ乌是确认是不是没有伤口 我们再看 好 荷摩子 荷摩子是什么 行李还是包裹 所以荷摩子 好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我们刚才说用 到达也可以用什么 也可以用资库 可以用资库 资库词之库 所以行李到了 好这个 你看一下 我们刚才是讲 头多苦嘛 我们刚才是讲头多苦 好 这张词 跟这个 资库 有什么差 意思差不多 意思差不多 但是有点差 这个头多苦是东西 寄到了 送到了 因为你 他动词的话 他的他动词叫 人把他送过去 人把他送过去 那你自动词是这个东西 人 送过来已经送到了 寄到了 那你 资库就是到 就是到 就到哪里的到 他没有强调说 人寄到的意思 人送到的意思 只是 头多苦就是 有差还是 送货的把货送到了 那种感觉 这个资库就是到 就到 就 这东西 到了 就是资库原本是 人人 哎我坐车到哪一站 我坐车已经到哪一站 这个意思 那这个东西到了 但是头多苦是感觉是说 人 送到了 寄到了 这样子 那 所以还中文翻的也一样啦 感觉有点差 所以 荷典 自己打 啊这个什么 行李到了 前面有一个认词 所以什么 行李是不是到了 包裹是不是到了 然后后面 请进去确认 确认说这个包裹是不是 寄到了 包裹是不是到了 要看 我刚才叫的那一句嘛 その話 その話 那个事情 話可以当话 还是那个事情 所以那一句话 或者那个事情 ほんどかどうか ほんど ほんど 前面没有音词 前面没有音词 前面没有疑问词 放什么 かどうか 所以 那个事情 ほんどかどうか 是不是真的 没有 たしかめてください 请你去 请你去确认 请你去确认 确认 那个事情 是不是真的 好 往下看 好 这句 好我们下个剧情叫 てみる てみる是试看看 写一下 动词 てみる 试看看 很简单 你后面那个 みる是看嘛 但是我们现在变成剧情是什么 做看看 做看看这个动作 去 试试看 做看看 好 是吗 好那日文的试试看有三种讲法 还有叫 tames tames 也是试看看 这是一个单字 还有比较难的叫做 kokoro miる kokoro miる 也是试看看 你没事的话就三个一起背 因为三个都会出现 因为三个都会出现 kokoro miる 也是试看看 然后我们 てみる就是口语 前面放个动词 做看看这个动作 这个miる是不喜欢字的 那tames 试试看 kokoro miる试试看 那最口语的最简单 是指这一个 动词てみる试试看 那我们看 我们课本没有教这种 课本就这样 这个鞋子 这个鞋子 阿苦是穿 下半身的穿 怎么样 所以 开で みる 很意思 穿看看 我穿看看这个鞋子 我穿看看这个鞋子 ok ok 叫他吗 好下去 先生 对象是老师 kiku是问 所以什么 问老师 诶我试着去问老师 先生 に きてみる 诶我问老师看看 问老师看看 诶这个不会 你问老师看看 好下去 日本語で 用日文 説明 説明是什么 说明 所以日本語で 説明して みる 怎么样 什么 试着用日文来说明 试着用日文来说明什么东西 试着用 好 写了吗 那我们 日文 那个 那很喜欢合在一起用 很喜欢 前面加 ためし 后面加 てみる 这个日本很喜欢这样讲 所以合起来叫什么 ためしてみる 这个也是试试看 那有人就说 ためし试看 てみる试试看 合在一起叫 ためしてみる 还是试试看 日本人 日文很喜欢就是很多 一样的 一样的意思加养刺 我们中国人叫做 你干嘛加养刺 你画折天竺 那日文如果 一样意思加养刺 就强调的意思 加强语气的意思 所以 ためし试看 てみる试看 ためしてみる 很想试看看 就是加重语气 不是试看看 我很想试看看 是懂 那个强调 就有强调的感觉 好 这个 你学久就发现 常常这样子 一样意思加养刺 就是有那种加重语气的效果 加强的效果 没有看到 好 我想吃看看日本的章鱼烧 我想吃看看 怎么讲 章鱼烧怎么讲 たこ焼き たこ焼き 章鱼烧 たべ たべてみる 吃看看 那请你吃看看 我们请的话 请对方嘛 所以就叫ください 所以 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 什么意思 请你吃看看 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 请你吃看看 请你吃看看 这个章鱼烧 好没有 好 好 那我们看30页 我们看30页 这边没有什么难的 所以讲快一点 看一下 好 第1个 JL JL我们说 JL JL我们这一本是叫JL 是什么 日本航空 所以JL 100号 7兵 日本航空 107号 我们说兵在后面是班次 107号班次 哇 前面有疑问词 那请你 投着 是到 前面 有疑问词 所以我们有什么基本体加咖 所以 句中疑问 我们说句子中间的疑问 你前面有基本体的 你前面有疑问词的话 就用基本体加咖 所以 那请你 疑问词 投着基本体加咖 所以几点会到 哦 查备得ください 下备有调查 下备得ください 请你去调查 老板 老板跟秘书讲啦 秘书讲什么 你帮我调查一下 那个很不安 几点会到 然后那个就去调查 老板会这样讲 知道吗 好我们看一下 台风 台风 OK 台风 9号怎么讲 Q 台风Q 台风Q 台风9号 台风叫台呼 好台风的命名方式 有没有我们台湾会叫什么 玛丽台风 莫连纳台风 有没有 莫德纳台风 我们会用个洋 洋名嘛 我们会用个外国人的名字来命名 那还有一种是 日本的命名就是 今年第2台风他们就叫台风1号 今年第2台风就叫台风2号 台风3号台风4号 他们就这样取 所以台风9号就是今年的第9个台风叫台风9号 哦 哦 所以台风Q5号 台风9号 然后呢 特侯黑 阔卡 你前面没有疑问词 所以后面就寄别人家咖 哦 来台 来东京嘛 所以台湾9号会来东京吗 没有 前面没有疑问词讲出了前面一样的话你是要接卡豆卡 前面沒有疑問詞是接卡鬥卡 前面有疑問詞是接人家卡 台風9號會來東京嗎 我還不知道 為什麼 你前面沒有疑問詞 你就給他一個疑問詞 這個豆就是疑問詞 你前面沒有疑問詞 前面這個東西沒有疑問詞加個卡 那你就給他疑問詞 所以才會變卡鬥卡 所以你前面沒有疑問詞你就給他卡鬥卡 那卡鬥卡這個豆就是疑問詞 他沒有疑問詞你就送他一個疑問詞 所以你看這句 颱風9號會來東京 卡鬥卡 為什麼 你前面沒有疑問詞 所以你就送他疑問詞 疑問詞又鬥 所以是否是否颱風9號會來東京 那還不知道還不知道會不會來 因為颱風會一直改變路徑 我下去 好 好 こ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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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衣服 喔 喔 我可以做這個動作嗎 喔 所以 這個衣服 這個衣服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我可以穿看看這個衣服嗎 有沒有 你因為你前面是 提米魯 提米魯要再改成 提型 提米魯改成提型 上下一段就是把魯去掉加提 所以就變 提米魯 那你要敢提 要加摸 所以敢提型加摸 所以 この服 を着てみてもいいですか 這個衣服我可以穿看看嗎 有沒有 好 這樣看嗎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會嗎 好 譬如說 我現在是個死胖子 我哪一天如果練出8塊腹肌了 然後女生就說 啊 有沒有 你的腹肌我可以摸看看嗎 有沒有 你的腹肌我可以摸看看嗎 我跟你講 腹肌叫什麼 腹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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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肌叫什麼 腹肌 有沒有 好漂亮的 很厲害的腹肌 すごい 腹肌ですね 這個是很帥的腹肌 有沒有 我可以摸看看嗎 摸叫什麼 沙瓦乳 我們用手摸叫做沙瓦乳 有沒有 然後我們說 我可以摸看看嗎 那我們用提米魯 然後再加提米魯 提米魯 所以什麼 沙瓦 沙瓦提米魯 是摸看看 我只錄出音變 沙瓦提米魯 沙瓦提米魯 摸看看 然後我們再加 提米魯 可以嗎 有沒有 所以沙瓦提米魯 可以摸看看嗎 我可以摸看看嗎 你的腹肌 有沒有 すごい 不近ですね 沙瓦提米魯 可以摸看看嗎 有沒有 這樣會嗎 那我之前看那個日本綜藝節目真的有到個很無恥的地步 我不知道那個是真的還是假的 他們就跑到那個路上 然後就 對那個女生就說我可以摸你的胸部嗎 然後還有成功率還蠻高的 然後就說我可以摸你的胸部 胸部叫mune 就是這樣 然後你胸部第一個念mune mune的話就是醫學上的胸部 沒有那個色情的意思 那另外叫opai opai就是胸部 但是opai感覺是比較那種色情的 色情日文叫elo eloi就是很色情很色的 色情的 這個mune就是比較像醫學上講的胸部 反正也是胸部 說我可以摸你胸部嗎 怎麼講opai o 哦 哦 哦一樣哦這句 觸摸我看你胸部嗎 我可以摸你胸部嗎 那如果你在台灣做這種節目的話 你會被告 因為你講出這一句就信操勞了 但是在日本 日本的性觀念比我們開放很多 他們比較歐美化 所以他們女生會笑一下 然後說不行 但是我們台灣可能就 你信殺到我我直接告你 所以台灣就很嚴重 哦 opai o sawa de mitemo y desu ka 這樣子 所以我們台灣是一個 太嚴肅的一個國家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有時候過頭了 日本的話就是 所以國情不同 好 那我們往下看 我們看一下30頁下面的這個立文 哦 尼姬凱 尼吉凱就是二次会,就是我们讲的续摊 我们跟人家喝酒喝一摊 然后二次会就是第二摊 所以叫农米凱 农米凱是喝酒的聚会 那你第二次喝酒的聚会 然后第二次叫尼吉凱是什么 第二次喝酒的聚会 就是续摊 所以尼吉凱 所以这个续摊 所以你续摊你去了哪里 你丟第二摊你去了哪里 他说与得 与得いたので 这个优如是醉 那优得如是什么 醉了状态 我醉了 那你赶紧过去试 那个时候我醉了 过去试 过去那个时候 昨天那个时候我醉了 因为我已经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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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去了哪里 所以 疑问词基本体加咖 所以去了哪里呢 完全不知道 完全是什么 整整整 覚悟是记得 整整整 你后面要改火镜 所以整整覚悟 所以整整覚悟 一路是记得的状态 那覚悟是不记得的状态 完全不记得 那后面的NDS是强调 强调说我完全不记得我去了哪里 我现在看山的高度 山的高度 我们说 一形容词去一加沙是什么程度 那高度是什么 高度是很高的 那高度是高度 所以山的高度 有没有 哇 どうやって どうやって是怎么样 副詞怎么样 分かる 分かる是这个测量 所以どうやって分かる 诶 这个要怎么测量 山的这个高度要怎么测量 是什么 以前讲过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山要怎么测量高度吗 然后说 山 山后面是省略叫分かりません 就这样 山分かりません 啊我不知道啦 山分かりません 哎呀我不知道啦 那分かりません省略的 所以啊 山 我不知道啦 然后说什么 internetで 这个人比较聰明 哦 不会调查 那我就 我就查 这internetで 我就在网路上 調べましょう 哦 調べ是什么 哦 調べましょう 哦 Masho就把 所以我们在网路上调查吧 没有 反正 哦 现在人用网路就好了嘛 哦 这internetで 調べましょう 我们在网路上调查吧 没有 哦 就这样 这句 哦 这个有好有坏啦 哦 现在什么东西 网路上查 但是网路上不一定是真的 不一定是正确的 搞不好错 我都知道 对不对 啊 私たちが我们 初めて 哦 我们一开始 哦 初め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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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面好过一次啊打好 所以我们一开始见面 哦 no是名词化 挖牙后面 所以 哦 哦 动词加no名词化嘛 动词间人家弄名词化 挖牙后面 所以我们一开始见面的 见面的 没有 我们一开始见面 一直 一直什么时候 那一直是名詞,所以名詞 我們說名詞加什麼 我們說那個,請問疑問詞加咖 疑問詞加咖,所以一直卡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一開始見面是什麼時候 疑問詞加咖 那原本你是疑問詞加動詞加咖 可是你這個動詞上面有講的 原本是一直Attack 一直Attack 我們什麼時候見面 我們一直Attack 什麼時候見面 但是你這個動詞上面有講的 所以我這邊就懶得再講一次 所以就一直卡,就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第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 一直卡什麼時候 有沒有 覚えていますか 你記得嗎 你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嗎 然後說什麼 他說 他說 昔是以前 昔是以前 昔的事 事是事情 所以 因為這個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もう 已經 忘了 しまいました もう 忘了 忘了 那你 テシマウ 是什麼 テシマウ 是糟糕 完蛋還是完全 那你這邊應該是 欸我完全 我已經完全忘記了 所以這邊翻完全的話比較像中文 那你前面這個 ノデ 是因為 比較我們說 ノデ 是比較婉轉的 跟人家解釋什麼 跟人家求什麼 因為 昔很久以前 因為這個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已經忘記了 那我們說 コド 是名詞 名詞 加ナ 加ノデ 有講過嗎 你名詞 那形容詞 現在是 要加ナ 加ノ 開頭的句型 還是加恩開頭的句型 這我們講過很多遍吧 有沒有 你會發現 一直在重複 文法一直在重複 出現一次 有講一次了 聽到大家都會 那你考試也是這樣 考試你 我現在一句一句跟你分析 考試的話 是你要自己去分析 你現在每一句都可以這樣分析 你考試就沒問題了 你考試的時候我講一遍 你日檢考試不是要考100分 不是說你 日檢考試是個很難的大考 你只要能夠拿60分 你就可以從5級考到1級 你只要能夠拿6成 你就可以從5級考到1級了 為什麼 因為很難 所以你只要拿到6成 你就可以 5、4、3、1都可以及格了 那如果你可以拿到8成以上 你就是高手了 那你可以拿到9成的話 你就是教授級了 中了很少 有過就好了 反正數都長得一樣 除非是像我這種 補習班老師 這種你才要 我們才會去比分 一般人有過就好了 都一樣 下去 好 博念凱 好 忘年會 我們說忘年會是那個 年中的時候 那個公司結束 大家吃喝 那個叫什麼 尾牙 所以 博念凱尼尾牙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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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出是唸出席 出英 所以出席出席 出席 能力行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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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前面沒有疑問詞 你要聚中疑問的話 你現在沒有疑問詞 你聚中疑問的話 自家什麼 自家卡鬥卡 你如果沒有疑問詞 你還那個疑問詞 所以 出席 出席 是否能夠出席 這個年終 年終 那個我押 Mail 請你用這個郵件 痕跡 痕跡是回答 痕跡 請你給我回答 痕跡是給我 痕跡要咕跡 請你回答我 給我回答 名詞 給我 給我回答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是的 我知道了 好 所以那個這邊可以看出來誰比較大 因為他講是的 是通常是 對上面的人 嗨 わかりました 是的我知道了 可是有時候你去上日文課 你去問那個日本老師 他跟你講嗨 為什麼 他是老師他比你大 為什麼跟你講嗨 他比較禮貌 他比較真正 下去 大學に 達士 就是達士是交出去的 你你是對象 所以交給大學的 資料 書類 書類是什麼 資料 這個要交給這個大學的資料 達士也可以翻寄過去 還是交過去 交給大學的 還是寄給大學的 然後 後面的 ndes 是強調 ndes 那你名詞加 哪加 所以 書類なんですか 這個要寄給大學的資料 我們要 間違 間違 間違是錯誤 那 那 重點是 你前面有沒有疑問詞 你現在沒有疑問詞嗎 你沒有疑問詞 就要幹嘛 卡 道卡 所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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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誤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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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 所以沒有錯誤 那下面的是什麼 沒有用詞 你要就接カ頭卡 所以 是不是有錯誤 是不是沒有錯誤 是不是有錯誤 沒有 見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秘魯是看 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你可以幫我做什麼 所以 你可以幫我看有沒有錯誤 所以 見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見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你可不可以幫我看有沒有錯誤 有沒有 我說 いいですよ いいですよ 好啊 可以啊 你會答人家的意思是可以啊 我幫你看啊 長崎兵 你有沒有去過長崎 你如果接馬達就還沒有 我還沒有去過長崎 是否務必 一次一次 請你一定要去一次 請你務必一定要去一次 請你一定要去一次看看 請問你有沒有看過七龍珠 沒有 這是日本最有名的漫畫 請你一定要看一次 有沒有 哆啦公 哆啦公是龍 英文叫抓一公 抓一根龍 哆啦公就是龍 OK 菠蘆 菠蘆是球 所以菠蘆我們之前有講菠蘆配 球比就是鋼比 哆啦公菠蘆是什麼 龍珠龍球 我們叫龍珠 所以 哆啦公菠蘆 你有沒有看過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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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漫畫 他說 啊 是非一度 他說 還沒有看過 還沒有看過 他說什麼 是非一度 那是非一定 是非務必一次 你要是看 看 看一下 提米蘆是看看 前的米蘆是看 所以你看一下 你要去看一下 所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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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看 我會想問一下 謝謝大家 請問一下 後面的打架是先看 前面的打架是先看 所以你要試著去看一下 你要試著去看一次 你試著要去看這個漫畫 你要嘗試去看這個漫畫 小時候這個很紅 我也不知道在紅什麼 那個真正的漫畫 但是如果那個漫畫 如果要擺在現在的話 就普通 因為小時候的格鬥漫畫、打鬥漫畫還比較少 沒有那麼普遍 可是那個時候的話 這個漫畫算很厲害 但是擺到今天的話 這個漫畫就算很普通 但是那個時候是算畫時代的一個存在 那個時候的漫畫還沒到那麼厲害 但是現在看就還好 我現在看 好 那我們看本這邊是 我剛才答錯了 我們看本這邊是 ぜひ一度 ぜひ一次 務必一次 いってみる 去什麼 去看看 ok 去看看 然後 いってみる是去看看 然後後面再加什麼 再加太 太是什麼 想 所以就變成 ぜひ 務必 いってみて いってみたいです いってみたいです 所以說 我想要去一次看看 就變成這邊 這個太是想 太是我想嘛 所以 いてみる是去看看 然後太也是想 所以我想要去看看 我想要去 我那一擊倒是一次 所以我務必想要去一次看看 我務必想要去一次看看 那這期也有人翻一定 有人翻 有人翻 務必有人翻一定 我一定想要去一次看看 怎麼樣 你看到 好 好 那我這樣來照 欸 我想要吃 我想要吃看看 我想要吃看看 好 好 那我們看 31頁 好 又來了 這個 老外在日本 在日本生活的連續劇 現在發展到小朋友了 好 我們看一下 トモダチがデキダカ トモダチ是什麼 朋友 朋友 トモダチがデキル 我們說 你前面是東西 前面是個東西 然後 デキル是什麼東西 做出來了 那你前面是這個 你前面如果放人 這個人做出來 這個人產生的 所以 トモダチがデキル 這個朋友做出來 就什麼 交到朋友了 朋友不是我生出來 朋友是交到的 所以交到朋友 叫 トモダチがデキル 那你感覺過去是 デキダ 交到朋友 那你前面沒有疑問詞 你前面 你前面沒有疑問詞的話 你就直接加卡 所以 トモダチがデキダカ OK 你前面沒有疑問詞的話 你要和他疑問詞 所以 前面沒有疑問詞的話 就是卡ドカ 所以 每次都講 トモダチがデキダ 卡ドカ 是不是 卡ドカ是是否 所以是否有交到朋友 心配です 有點擔心 我吃個藥 我吃個那個 咳嗽的藥 講話講太 沒有開冷氣 我有開冷氣 然後 我那個 我這個程式 可以把那個噪音 噪音給消掉 消掉幾十分倍 所以我那個噪音消掉 開很大 那開很大的話 你照很大的話 人就會不知不覺 就會講話講越 越講越大 所以我現在把冷氣關掉 可是關掉超級熱 所以 トモダチがデキダ 前面沒有疑問詞的話 就放卡ドカ 所以 是否有交到朋友 是不是有交到朋友 有沒有 心配です 很擔心 我很擔心我兒子在 學校是有交到朋友 OK 看一下 先生 好 好 先生就老師 好 這是教我兒子的 我的老師 我看到他要尊敬他 叫他先生 那教我兒子老師 也算是 教我的家人 教我的朋友 OK 我的女朋友 教我爸爸 教我兒子的老師 也是要叫他先生 尊敬他 所以先生 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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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漢死 漢死 所以老師漢死 漢死 禮貌的講法叫什麼 desca的比較禮貌 叫做 どうでしょうか 是要問 喔 どうですか 改成 どうでしょうか 這樣問是比較禮貌的 好 謝謝媽 喔 想下去 想下去有標題 友達ができた かどうか 心配です 那他是不是有交朋友 我很擔心 有沒有 有沒有 再去 好 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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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沒問題 所以大丈夫です 喲 沒問題 喔 OK 漢死 滾 哇 漢滾 什麼小小朋友 那個什麼軍用 叫什麼弟弟 所以漢死滾 漢死弟弟 有沒有 啊 クラスで 啊 クラス是這個班級 班上 英文的西遊 的 ass 所以漢死 他是在這個 クラス 在這個班上 對 是在 とても とても 人気 人氣就是受歡迎 吼 他在班上 非常有人氣 就是 他在班上 非常的受歡迎 とても人気 あります 非常受歡迎 喔 そうですか 這樣子嗎 安心しました 安心 放心 所以安心しました 啊我放心了 有沒有 那句 勉強我 他說讀書 どうですか 他書 他書 讀得怎麼樣 有沒有 他說 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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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漢字 漢字 外國人學漢字很辛苦 勘基 台漢 台漢 是什麼辛苦麻煩 大家是 基本體肯定 名字叫大家肯定 所以漢字很辛苦 漢字很麻煩 偷 偷子前面 一如是講 所以偷一如是講 所以他講了說 我們家的漢詩 他講了說 漢字 開漢 泰漢字很辛苦 漢字學漢字很麻煩 いっています 他又講了 ている狀態 所以 然後這個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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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句省了 發好下一句 他講了說 漢字很辛苦 再一句 毎日每天 看機 每天這個漢字 テスト 是考試 所以每天的漢字考試 をています 所以 ています 有做 ている狀態 所以 那ている狀態 是一個長時間持續 我們說 我每天都有做這個漢字考試 我以前在讀 小學國中 每天都小考 ok 漢字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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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字滴 漢字滴 一世世記 ですよ 一是好 成績 所以他的 一世世記 ですよ 他的成績很好 有 有沒有 然後 媽媽又說 そうですか 這樣子嗎 我兒子成績很好嗎 然後就什麼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我們要 就非常的 謝謝你 有沒有 下去 Dokorote Dokorote 我們之前講什麼 換個話題 換個話題 那上面的話題都在聊 他兒子在學校 欸 怎麼樣嗎 有沒有 過得怎麼樣 Dokorote 換個話題 換個話題 說到那個 說到那個 Mos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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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已經快要 Moscu 是已經快要 復詞 所以已經快要 Wentokai 這個運動會 S4 4運動會 那Ga的話 你 接兩句 有衝突的話 前後兩句有衝突就翻 逆接 沒有衝突就不用翻 已經快要運動會了 Odo San Odo San Odo San不是你父親 是誰的父親 是誰的父親 漢死 漢死滾 Odo San 是什麼 漢斯的父親 漢斯他老爸 Mos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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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assia Moscu Irassia Mos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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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什麼漢詩弟弟 OK 他是在學校 Domna 游詩 游詩是樣子 他是怎樣的樣子 咖 疑問詞 Domna 疑問詞 疑問詞 基本體加咖 我們說疑問詞基本體加咖 可是你名詞的話要去搭 你游詩是兩個漢字名詞嗎 你要去搭加咖 所以Domna 游詩咖 他是什麼樣的樣子 所以這個漢詩弟 他在學校是什麼樣子 有沒有 是 是什麼 務必 這也可以辦務必也可以辦一定 所以是 見てください 請你務必一定要看他在學校是什麼樣子 分かりました 分かりました 我知道了 好 これから これからも 從今以後也 寫 よろしく 指教 お願いします 吼 所以請從今以後請你多的指教 有沒有 請從今以後 我們漢史弟弟的這個在學校的事情 請老師你多的指教 請老師你多多照顧他 有沒有 OK吼 好 這個吼 在日本是不能送禮的吼 在日本你那個公務員吼你只要送一點小禮物 他們他們有那個很嚴格的法律吼 他們會有那個貪污的嫌疑 所以在日本也是不能送禮吼在一些國家我們會覺得 哎 老師你要在學校好照顧我兒子那就送他禮物在日本不行吼為什麼 像是貪污吼在日本法律很嚴格吼 看那個日劇什麼天國與地獄吼就是 就是送他他沒有帶口罩主角沒有帶口罩別人送他一個口罩他說不行我是公務員不能收 喔不然這樣會有那個貪污的嫌疑 在日本是這樣 你不能說哎的老師還有照顧我兒子喔包個十萬塊紅包給他這邊抓到他就要做好了 喔這是台灣可以在 好 我們要上到這裡吼 謝謝收看 拜拜 晚安